各位各位好,大家好 今天又来到我们10分钟教学课程的第四课 今天主要是讲,也是讲音闻竹 讲三支以上的蜡烛组合 这里来到三支竹,但会过分讲两条片 会有两课的 好了,现在我们赶快地进正题 第一课我们会讲的就是三菲乌鸦 三菲乌鸦是一个什么形态呢? 它就是一个,如果你在顶位看到它 它就是一个利淡的形态 如果在底部看到它,就是一个可能转小的形态 但我想跟大家讲,传统的说法 三菲乌鸦看到它就是利淡的 但我们等一下展示给你看,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你看到它的时候,如果你以为它是利淡 你就去估计它,往往就很高的 但是它的可信程度有多高呢? 可信程度我只是给到它50 即是说很多强力信号 所以你只能够参考,不能尽信 你就反而看回当时的态势是怎样 就会相对更加好 那形态的组成是怎样的呢? 它就连续三天出现一支比较大的阴烛 如果量配合上升的话,就会更加利淡 当然,但往往未必的 可能到最后那天,它就量缩了 支阴烛依然是这么大的 但是量缩了,相对承接或者沽压就相对缩了 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仍然以为它是利淡的时候 就很容易出事了 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它每天的收市位都相对比较低 你见到每一个收市位都比较低 阴烛的就是上面开始,下面是收市的 收市位都比较低,就形成了这个状态 而我们要说的是,如果它在一个上升的规徒上出现的话 在某程度上,其实它是相对利淡的 而如果它在下降的趋势 如果说上面已经沽了一段时间 或者跌了一段时间 然后在最后一段,它再出现一个这样的三非烏鸭 在这个程序下,某程度上 其实它可能是高压进现的 相对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在一个低位出现的时候 人是偏向捞底的 对于高追的 所以在这个位置 可能已经有人开始做捞底的动作 可能开始有一个反弹 但当然,它是否立刻再上升呢 通常都很少 通常都要摸几下才再上升 有其他指标到时候可以一起看 那你就会知道 所以我想说,等一下我们会再看一些图 即是看一些实际的日线图 你就会看到其实 这个真的并不是一个完全利淡的 它反而是告诉你 很大机会,比较多 是告诉你 是一个转世的讯号 即是已经很够了 这样的状态 而这里,再补充一句 就是在顶位那里出现 我们看到是一个利淡 但如果我们在一个中下方 即是我不知道它是否底 可能是一个中途出现的 我们要知道 通常底是不知道后面是怎样的 那一刻就叫底 那一刻就是 其实中下方一直发展下去 其实那一刻 这个所谓的中下方 其实它就是底 现在也是一个底位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做底 只不过我们在图里 经常看到那些样子 只不过是马后炮 因为它做完了 你就知道那是底 但实际上转向的时候 你不知道 所以其实中下方和下方 你是很难一次判断的 你只是事后才知道 事前你不知道 所以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都要再夹起其他东西去考虑 至少就是说 我经验比较多的状态就是 如果它出现的时候 就尽量不要再沽了 你要很小心一件事 如果它比较强 譬如跌得有厉害 很大机会就会出现夹蛋 不会让你沽了那么久 你出现夹蛋 就叮叮叮叮叮叮叮 玩夹蛋也是其中一个方法 是其中一个赚钱的方法 但这里不是说这些东西 不如我提议一下 就是需要说一说 会有一个状态是类似的 好了 我们去看看日线图 看看有什么我们会看到的 好了 这里我们来看看 华控本导体 三非乌鸦 主要都是三支阴烛组成 你说大大西西 其实是否很重要呢 如果你是从一个教科书的角度 这些阴烛组一定要多大多大 当然了 你就听它说 但问题是 实际上去做的时候 其实那支阴烛组 以色形态唱 是差不多的时候 你都已经要减少了 如果不是的话 你会错过很多东西 还有你会被我狗狗地等 有没有教科书等级的样子出来呢 其实就比较少 不是没有的 是有的 但是比较少 大多数都是参与不齐 会比较多的 但是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首先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看看 如果出了三非乌鸦 究竟它会是怎样呢 是否真的会在高位那里 一出来就跌下去 然后在低位那里 它又反弹 它叫转势 下半是这样的 我们看看华虹 你看这几个位置 这里很简单 吹了一支一组 这组是挺普通的 一组的三非乌鸦 但是它会不会继续跌下去 在高位那里 不停滚 其实是不行的 其实很多时候 出了三非乌鸦 很多时候 你是很难定义 究竟它会不会转势 因为出三支大阴烛 连续出三支大阴烛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一支大阴烛 一支大阴烛 很长的一支大阴烛 其实关压是很大的 关压是很大的 关压是很大的 会不会出现一个阴烛 其实会有可能的 因为人是很有趣的 人是偏向阴烛 多于高追的 例如三支大阴烛 一直追上去 人们会少的 但是三支大阴烛 掉下来 走去阴烛的人 会相对多些 所以往往会在图里面 你会看到状态是什么 就是很多时候出来 三支大阴烛之后 其实它离了一个转势 从高位出来 但是哪个叫低位呢 在这段来说 它已经打到底部 打到底部 只不过它不会继续沿下去 譬如你看这些位置 它出了三支大阴烛 在这个位置 一二三三非烏鸭 但是跌势不是很强烈 它出了一两天 它已经开始又打上去 这里开始磨底又上去 所以它是不是一定是这样 其实不是 像这个这样 虽然这个不是很准确的 三非烏鸭形态 但是像这些这样 你夹一夹一起 其实就是一支阴烛 然后在这里就转势 打上去 我们再看多些 你去到这些位置 这个也挺普遍的 这些三组也挺普遍的 它反弹了 它在低位度反弹 这个在低位度 它会出现一个反弹 可能性是相对高一点的 其实更加多 你要夹这些线一起去看 我们看看它的 保里加通道 到了保里加通道 这三条是否打底 这里我们的技术 也就是平底 出现了一个状态 是不是 开始就反上去 撞到保里加底部 反上去 过不了中轴 又跌下来 你一直听这些课 你一直听到我说 很多这种走势 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我们可以再看看 譬如这些在下面 也不算是三非烏鸦 其实这是另外一种形态 它下来这些位置 它反弹上去 在高位度 是否每次都可以 每次都是这样 出现了 会跌下来 这个又不是 是吧 它做了三支 但是接着它就转势 其实这个位置也算高位 也不算是 你要对比前面 因为高低位 是对比前面来说的 在这个位置 你看它 其实去到这个位置 它也算高位 但是它不继续跌 所以我看它 可信度 其实并不是那么高 但是你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又不可以不理它 你不去理它 你又会出事 更加多的是 你看它当时整个走势 它升得多高 以及它当时市场气氛 这些都要配合 所以只是说 出三支阴烛 你就要小心了 出三支阴烛 都不可以再追顾了 大部分来说 你出这个也是这样 底部是否转势 这些地方 这些也不算是 这个形成不了 这里 这个位置 有三支 这个也算是沽久一点 去到这个位置 也开始有一个平底 这样就反弹 平底有一个代表性 这个代表性的 在这里又转上去 但是它也继续支持不到 高度是多少 我常常说 高度是多少 是控制不到的 你就看到它有可能转势 或者将来的走势 会是怎样的 高度是我们没办法预测的 这个位置 是这个位置来说 相对这个位置是低位 是吧 所以这些人 如果是以 传统的三非乌鸦的说法 就是在高位出现 它也不说位 其实基本上它就出现 就是利淡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 就不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利淡到一个地步 它就是转势的 很多很多就是这样的 不论它短停长 这个位置 你一定要小心 譬如这些位置也是 是吧 已经是没那么厉害了 沽完了 再上 反弹之后它又再做 其实 跌下来或上升也好 它们都是一个很短暂的 一个时间 一个时间 然后就做下一级 然后再上去 又做下一级 做到这样的时间 整个势头就会不同了 再看一只 比亚迪 好 比亚迪 比亚迪 Typical 的刀 这里 高位是吧 3G 看到没有? 给你多一支 然后它又反弹 又不对劳 又不中 这里 三只 虽然不是很 很普通的 又不是很 搞科书识的 但是 这个你也要留意 它也是一个续上 那个位置出的 它不再跌 看到没有? 其实它形成了这么多的时候 其实它很快就会碰到底 那个位置就是底 然后它又反弹了 所以其实 不可以说 出这个三非烤鸭 真的不可以 看着它 就是马上淡 你等它出了三支大阴 你才会判断这件事 多数都已经转了小 这个一定要记住 实际上去操作的时候 不是跟你在其他YouTube上看到 说出这个就会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里出了一支 这个就比较好一点 这个也不算完全是三非烤鸭 因为它低位不够低 但是出了三支 那下来 也是继续下来 这些 不断反弹 下来就会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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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 其实你会看到 撩底的竹是比较多 如果你细心看 这些也是 下来就会反弹 所以简单来说 这里就比较难判断 其实 你看它 只能说你要小心 不可以说 我拿着这件事 就一定是这样 这两支都是过股 那我们试试看 看看恆指 看看指数 恆指会不会好一点呢 因为指数就会有点不同 因为指数的组成就是 一堆股票组成的 所以有很多东西会混在一起 可能它的综合性 又会有点不同 你看看 这里出三支 是吧? 这一组 整一组下来也是 这一组就是了 这一组就准备下来 但是去到这个位置 又出三支 它也要转回上去 这里 又是 虽然完全不是很 但是也似 这个位置也是 这个当然 不是说一支 这个是大老婆 但是这个 出了下来 也是三支阴烛 虽然触身不够高 不够厉害 但是它也是转小的 这一支就好一点 是吧? 又转小的 看来呢 出三支大阴烛的时候 继续下来的机会 是少一点的 譬如我在这个位置看到 这个也算漂亮了 这个会出来 也会继续下来 所以你判断这一支 不穿这个底 如果它再打下去 你可以继续沽 这样 这个又是转小的 这里出了 一直沿着 这里不敢买的 这些位置 你这样下来 你不能用这个判断 不能判断它一定转小的 你等它转小了 你才能觉得它转小 你等它转上去 反弹了 然后你才知道它是反弹的 如果其实不是的话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想说 这一组 我们要知道 要学 人家问我们要认识的 这些东西是基本的 但是它是否真的准确呢 你去告诉别人 其实这个不是很准确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 包括指数和过股 都同样出现类似的状态 这里就是这样的 下来 接着它反弹 但是这里 它又会去到所谓的高位 接着它继续沽 所以不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判断 所以我只可以说是它可信度不是很高 那它兄弟三百兵就会好些 那就好一点 又不会好很多 那我们等下再说吧 好了 到下一个 就是和三菲乌鸦 调转的就是三百兵 或者有人叫做三百宝士 或者叫做三大雄 都有人叫的 都是中安台不同的叫法 主要是说什么呢 主要是说三支大阳烛 同一时间出现见到 而每天的收市位是高于此一天的收市位 大约和三菲乌鸦差不多 不过就反转了 而它的特性也是类似 有一个状态是怎样呢 就是说它在上升轨道 如果你遇见它的时候 其实你就不要想着 它一定是继续上的 其实就不知道的 你小心它有机会是见顶的 如果你说 因为我们判断上升的时候 我们都用左手边的 就是用之前的位置去判断 我究竟现在是不是正在上升 我们是一般人的常理 就是这样的理解 如果它一直上升 如果它只是离开底位 不是很远的 如果它出现这个状态 你可以追 但如果它已经升了一大段 升了一段的时候 它出现三支阳烛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它可能是一个见顶信号 并不一定是一个继续上升的讯号 这个你要注意 然后你如果在底部遇见 它一路这样下降 左手边一路这样下降 出现一个V型的状态 有机会 就是可能 它再出现这三支阳烛 可能呢 就真的继续市场 看好市况 就会继续有钱追进去 而一般来说 三百兵大家都是理解 为一个理好的走势 但是实际上 都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需要看位置 和市况去判断 如果你说上升轨 已经离开底位很远 很大机会 可能是一个见顶信号 短期就不要再追货了 如果你在下方出现的时候 咦 可能未来就会像这个这样 它就在下方出现 可能这是一个转势的状态 我们就要很留意 上升的时候 它可能会上升 但是 要看似乎它离开底位有多远 为什么它是下方转势呢 其实某一个状态 就是前面已经沽压进现 然后连续三天都高走 高开高走或者低开高走 这样的状态 然后一直卖上去 其实代表什么呢 代表资金已经短时间追进 市场情绪就会比较亢奋 而且市场相对比较有信心 但是有两件事要提醒 就是它的可信度 可信度不算特别高 不算特别高 但是它是比较 在三百兵的话 它是比较强的一个讯号 因为增加百元给钱 而买高上去的时候 它相对强些 只不过就是说 它是否那一下 立刻就会继续上去呢 这个通常都不会 不一定会这样 可能它就是说 它开始 有人肯买进去 而另外一点 就是我们要理解的 就是它那个触身 这个触身 这个触身 你说要完全一支 是全大型热烤 那就不容易出现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如果它的上影线 过长的时候 这个可能 反而是一个不好的讯号 可能就是说 买了上去 然后有人沽下来 其实这个上影线 如果太长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三百兵的形态 它相对没有那么确定 没有那么稳打稳扎 所以我们要留意 最后或者第二支 阳烛的时候 如果出现一些这样的 酸酸 出现一些这样的针 你就要打开折扣 自己就要考虑了 所以这个长影线 我们要注意 下影线是没有问题的 下影线是因为买上去的 这个问题就不大 相对是没有那么强的 我们接着就去看看它的日线图 看看有没有什么形态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有分享一下 三百兵的走势图 有些人叫三百武士 有些人叫三大虹 什么名字都一样 总之就是三支阳竹 一日比一日高 就是一个组合 名字就不要紧要 台湾、大陆、香港都不同叫法 我们看看 这里出了一个 类似三百兵的状态 对吧 这里我也要再说一次 类似这些形态 我们不可能 每一样 都跟教科书所说的 是一定一样的 是不准的 所以很大的机会 你一定要知道 其实大约是这样的时候 形态大约是这样的 趋势的时候 你也要把它针在一起 而三支大阳竹走在一起 其实就等于一支大阳竹 一支大阳竹 一支大阳竹 其实那个势头 理论上是很强劲的 他相比起他兄弟 三菲乌鸦来说 他在底位出现之后 反弹继续上去的 机率是高一点的 就是经验 他出现这个状态的时候 他继续会有一个好的 momentum 是会比较大的机会 我刚才所说的 人是很有趣的 人是偏向闹底的 所以在底位出现这三支东西的时候 就会多了人冲进去 在高位出现 就不是那么英俊 所以你看到 譬如我们看看这里 这个是 2016年的4月8日 开始有组成 开始磨顶 这个高度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从来都没办法量多 但是 之后我们再讲 就是在未来课程后面再讲 就会讲一下这些线 那些线位就会告诉你 喂,你要注意了 然后做了一只脚 出来一只脚 其实现在这个状态 它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恒指 要看这一部分 就是后面这一部分 不要看 看这一部分 一只脚 长一只脚 再短一只脚 这是某程度上 是一个捉底的状态 所以今次我们的恒指 会不会捉底呢 我是偏好的 相对是偏好的 但是你真的要我问方向 因为外围太多 古灵精怪的东西 所以今次也不敢说 很肯定 继续讲到这里 都是这些位置 三白兵 又是出了类似这样的状态 开始展开一个性浪 所以你换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如果长期 经常到底位之后出现这些 出现这些大洋竹的话 你要小心就是捉底了 不可以再 你不买也好 你不可以沽 不可以再暖沽了 要注意这些 但你譬如看这些 那是否100%呢 那不是在底位上 上到这么高 就没有了 完整了 因为这些都是很大的洋竹 所以是否说 一定是转势呢 转势的机会是大的 因为我们数据也看到 是多的 但是它转多高呢 我们就不可以在这里 用这些来判断 就像这些 不完全是 不是很普通的 但是它也算是 一种这样的态势 你也要注意 它会反弹 这个也是 很有趣 你会发觉 三非乌鸦 是很少在左手边出现的 很少会有三支阴烛在这里出现 很少 通常是两支 它就会刺下来 不够力 三支都是乌鸦 因为三支都是阴烛 因为连续三支阴烛在这样的状态 就是说 连续三天都要高开低走 然后每一天的底位 每一天的开市位 就比上一天高 这个走势很奇怪 每天都被人沽 但是那些人都敢买上去 那就少有 但是呢 反过来 三白兵 它就有机会在左手边出现 又在右手边出现 因为它是一个反弹的讯号 你会看到两边都出现 那你就可以自己记一记 你会知道是有这样的状态 好了 那我们调一下 这里 这些也是类似的 它又开始反弹了 反弹到一个地步 它就完了 这里上去 有一部分在高位 相对高位看到 也会有机会去见顶 但是不是很常见 而通常这种见顶 也多数都不会像这种 多数是一个双形的走势 就是波动走 要不上去 再度回到一个支持位置 然后再上去 所以它相对出来的效果 是没有那么弱的 这个我们要留意 这个3G 开了上去 又滚下来 但是通常出的这些 其实短期里面 已经是有一个 如果你是跌小 下面一直在跌小 一个势头是跌下来的 你出了这个状态的时候 其实某程度上 在短时间里面 它就已经代表了 足底的可能性是很高 转小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那你越跌得深 你越出这个 就代表性就越高 不如这支 这支也比较 三支大的羊猪 这个是列口上 但是这里已经见底了 这个是平顶 你看到 不够力的 升不穿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然后下来 先弄一弦它 弄了一个倒形顶 弄一弦它 然后在这里 又再来过 又做过 出一只脚 又高过前脚 它又代表是一个捉底的讯号 然后它就上了 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这些就是几样的组合 我们教的暂时就是基本功 就是几样的组合 然后到后面 就一直加进去 就会看得更多的东西 那我们又试试 换一下这个 吉利 看看吉利 我们试试看看吉利 你又如何 这里很明显 三支 叫做三百兵 然后上去 升多高 不知道 就会见到顶 如果你说 你愚蠢蠢 看它 又是三非烏鸦 那你又沽下来 你就糊涂了 所以就不能这样用 这个要再说一次 只不过是告诉你 我们要知道 三百兵是相对来说 比较有代表性的 三非烏鸦反而倒转 如果它跌下来的时候 很大机会 其实你抵出三支羊竹 我们就已经不能再沽了 就要小心它会不会转势 转势转多高 我们不知道 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讯号 好了 它出了这个之后 一连串 其实已经代表它 某个程度上是 冲上去了 其实这是另一个状态 这个另一个状态 就是一个 我们之前做的 一早两天教的 一个简单的 汉地拔冲 先人指路 突然间 平整一排 爆变 上去 这里也是一级一级来的 看到没有 是吧 都是这样的 去年的7月的时候 那 好了 再继续看看 这里 这个商营 做了三个 阳烛 当然这个也不是一个很普通的状态 但是一件顶又下来 在那边摸一边摸 这里也是三支阳烛 这个就比较好一点 但是高度也不高 是吧 接着这里出了一个三非烏鸭 又高下来 所以你看到这些 其实 只能够自己小心 它不一定是代表它 它原本 所谓书记载 或者所谓大家一路 任运逆运 一路传出来的状态 所以我只是想跟你说 这个不是非常准确的 但是再说一次 三支阳烛出来的话 后市是会好一点的 这个是相对的 可信性是比较高的 基于什么呢 基于我刚才说的 人是偏向撩底的 那撩底呢 它没到底 幸好被人捕下去 但是就开始捕底了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这里有很多三非烏鸭 这里下来 但是 这个走势 我们怎样可以 凭三支阴烛 就判断到这么长的走势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是吧 理性点说 那我们就一定要配合 它原本的走势 原本出来的走势 应该是怎样的 那我们就用那个走势 即不是原本的走势 即是大市 包括它的消息 整个市况 所有东西 我们用这个来判断 看到这三支竹 或者看到类似的身影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可能将来是这样的 用这样的思考去考虑 最后再看看尾团 3690 3690 这里 一组 这组也挺普通的 一组300兵 上了 平整 这个也不是怎样调整的 这个是磨顶 磨磨磨磨 它不穿磨 就继续走回 一个爆边 继续上 但从这里开始 其实已经组成了一个 长的升浪 我们在刚才一路 不停滑图的时候 你看到 这样的情况的偏向 是比较多的 即是出了一个这样的状态 很多时候 在一个低位下去之后 它出了这三个阳烛 或者有一段期间 出了一个大的三个阳烛 它就一直走势 它会走上去 但当然也是那句 我们不可以这么愚蠢 就是说 走这三个阳烛 然后就走去 妈妈 我得了 我找到 必胜的方案 出了这三个阳烛 我们就买一买下去 坐去三年 然后就变成了李嘉诚 那肯定不行 我们不要用这个态度 去考虑这件事 不过这件事 就是一个小指标 再一次说 我们是不知道高度 你要知道高度 你要靠这些横线 用这些横线 再去做一个判断 这样会相对比较理性 三百兵就说到这里 接着我们继续讲下一科 下一项 我们继续讲一下神希之星 神希之星 名字挺好听的 神希之星有什么特别呢 神希之星的意义 代表多数是一个转势 和相对利好的状态 但是它有一个要求 就一定要在下降的趋势下出现 不要一个上升趋势出现 没有代表性的 一定是跌下来的时候 突然之间出现这个状态 它就好像有点料到 这样的心态 而它的组成是一个怎么样的组成呢 就是一个阴烛 第一支一定要是阴烛 第二支是十字星 这支十字星呢 它是一个头锤 像头锤 脱头 吊脚 什么都可以的 类似是这样的 总之它就有一个 薄翼的状态 就是这样的状态 这样的状态 已经是可以的 然后这支星呢 究竟是什么颜色呢 是红色还是绿色呢 都无所谓的 这个状态就不是要求那么高的 但是第三支竹 就是第三日 就一定是大阳竹来的 比较大的阳竹 这个就相对重要了 这个如何理解呢 就是它第一天 就处于一个下降趋势 可能一段一段一段 一直沽沽 然后最后就出现了一支 大型的阴竹 这一段就是 可能最后的沽压 沽压可能进行 沽下来 然后第二天 就出现了 最后一跌 再跌了一页 开市的时候 然后开始发觉 有人买回上去 这里开始出现了 一个多空博弈 就是沽坊 科普都在斗 大家在斗 然后最后收市 就出了一个星星 在这个状态 其实就是在那里 在那里挣扎 沽了一些货 在那里挣扎 到这个时候 你定不到状态 它可能会继续沽下去 如果你沽是赢的 那会继续沽下去 但是如果沽不赢的时候 这里就很明显 有一个转勢 就是出现了一个高开高走 甚至低开高走 形成了一支大的阳竹 高开或者低开都没关系 高开低开都没所谓 但是总之是高走 这就一定的重要 因为它才出到阳竹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转勢讯号 而它的可信度 我给到70 你看到这个形态 你一定要很小心 如果你买转勢 或者你在沽 你自己也要小心 这样就想不到 不要再沽下去了 你要走 如果你是想入市 这个位置 你可以考虑就是这个位置入市 而神器之声 一定要有一段 稍稍一段的下跌势 出现 你才可以成立 随便的几下几天就出现 其实这个信号就不准 所以 可能是一个相对 一个星期 或者两个星期的跌浪 一个星期都不够 所以两个星期的跌浪 出现的时候 出现一个V型反弹 在这里你就要去注意 而它是陀螺 或者是星星 其实问题都不是太大的 好了 它其实这个状态出现的时候 是代表性挺大的 记得这一点 我们可以去看看图 图里面会讲得更多的东西 好了 我们先去看看图 好了 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 金阳烛的日线图 看看究竟有没有神器之声 究竟有什么状态 这个就是美团 3690 我这个就不打算浪费太多时间 因为前面也讲得太长了 我们看看这个 2020年7月27日 美团人出现了神器之声的形态 这里出现了一支阴烛 接着收了一支阴烛 然后来一个阳烛 它不是很强烈的一个表现 它的形态不是很明显 但是它出来的效果 都可以做到 之后跟着上去 这些状态 其实都可以算是多的 但是FORCE signal 都有 但是如果它真的能够构成的话 其实某程度上也挺准的 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我们试试看看恒指 恒指 恒指我们看看 我先找一下 2019年1月1月2日 这里 这里 这个就很普遍 接近一个教科书式 当然也会有点差异 很难说到 完全一模一样 其实找这些图 也不是容易找的 也要花点时间去找 但是这个算是不错的 而且它跌下来的阴烛 够强劲 然后它收了颗烛 没有什么反应 然后这支阳烛 也很强劲 追价追得很厉害 量也稍为配合 虽然不是说飙升上去 但是它也不错 比前两个都高 其实这个状态就很强 这个状态 你会看到很多类似是这样的 或者是两支的 或者是平底的 都会 特别是当阳烛量很强的时候 效果是更加明显的 这个一定要自己留意 这些状态你是怎么去运用的呢 就是当你 不如你每天都会看这些图 看到今天出了阳烛 有这种状态 那你就可以投 接下来的东西是否继续上去 那你就可以去做这样的研究 以及你心里面有一个底 这样就会比较好的 你看到它 接着就展开了一个升浪 很长的升浪 看到没有? 下去了 去到多少? 去到四月 升了三个月 所以也挺厉害的 这里是不是又做了一个类似的平底呢? 对吧? 接着就上去 平底的平顶是多多出现 也都... 你要留意 我摸的话一定会很尽 你看到这里 一批东西通常都不行了 都是很小的 但是好像我们今年的... 2020年的... 11月份左右 它就磨了很长 当它长到某一个状态的时候 这个就不可以叫做平顶 或者叫做顶位 它可以变成一个横行区 变成横行区 就会出现这样的状态 就会爆两边 不知道爆哪边 这个我们要... 要懂得分 要知道 一定要记住 因为经常在这里 你会发现有这个状态出现 那我们再找一下 2017年... 2017年... 12月6日 这里 也是一个 它不算是很教科书式 但是呢 也是有这个态势 那么就... 打支阴烛 接着来一个... 手指一颗星 下面有一条100天线在那里挡住 所以它没有沉得那么低 但是你不能忽略它了 我记得很多次要告诉大家 它未必是好像... 真的教科书那样出现 一定是这样的 你看到类似的 你就要小心了 即使它的异性认识也好 你自己都要凭经验去判断 什么市况 什么状态 出现一个什么样子的时候 这个机会多不多呢 这些就是靠你的... 肯去看图 然后... 肯靠时间一路一路沉淀 你自己会有盘感的了 盘感就是说这些东西 你看到差不多了 好像今年我都说了 几次都说了 好像还没跌够 它真的再跌多一下 那为什么呢 有时候你去到那个位置呢 技术位置就没有办法告诉你了 你市况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了 因为成交可能又多了 然后你又看到它上去 但是... 盘感... 你感觉到不对路 再看旁边的参数的时候 它真的还要跌多一下 这个是真的会发生的了 所以到时我们就自己要看了 你看到神器之星一出 它就来一个不错的升浪了 开始这样也升了... 升了两个月 差不多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再看一只 就差不多了 还错了 好,1918... 我先看看 这里又有一个是... 挺... 基本的 其实这个也是 不过很短 我说这个 这个就是... 2020年的1月30日 打了一支... 捉下来 收了一支星 这支星我都说了 是什么颜色都无所谓的 总之它有一颗星 或者是一个垂头 或者是一个吊颈的... 陀螺的状态 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你已经要小心了 然后第二天... 第三天 就抽了一支棍子上去 你的量它也配合了 有时候量也不一定配合 但是也不可以太执着 但是你... 就是说它量不配合的时候 你不可以放弃它 但是当量是配合 它升得多的时候 你就要比较肯定它 是一个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想法 然后它做了一个小型星浪 这个它也是 但是也是小型的星浪 所以这些就... 多点看吧 自己也会知道 好了 神器之星就先讲到这里 接着就会讲下一支了 好了 继续讲了 我们继续讲到第四部分 就是黄昏之星 黄昏之星和神器之星有什么不同? 很明显 一个黄昏 一个神器 神器就向上 黄昏就当然下来 太阳下山 就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它是一个转世 兼利淡的讯号 而它的代表性 是比神器之星更高的 你看到它 要备之侧吉 通常它就单独出现 而出现这样的状态 我可以很经验地告诉你 通常出现有两个状态 第一个状态就是说 它会去到很高 只是出现一组这样的磨分之星 它是升得很快 升得很急很高 然后出一组这样的磨分之星 然后就开始下山 另外一种状态就是 它升得没那么快 没那么急 就是斜度没那么厉害的时候 它去到上面 它就会出现一组这样的讯号 然后再磨多几天 就下来 通常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要注意 我们继续说回那个状态 它的形态是怎样的 第一天还是阳烛 因为它上升轨 然后最后一个升段 升上去之后 去到第二天的时候 高开了 但是跟不上 又有点博弈 又在斗 又在沽货 然后去到后面第三天 沽坊就赢了 然后沽了下来 一路一路走下去 它的代表性有多高 这个肩顶上也很厉害 而同样 陀螺也可以 什么颜色都可以 总之是一粒升 或者是一粒 垂头 吊镜 这些都可以 重点在于第三支棍 因为头那两支棍 你判断不了 第三支棍出现的时候 组成这一件事 你就要很小心 而量配合的时候 量配合的时候 就要更加小心 更加证明 这个股額很大 会跌得很多 而基本上 整个状态 跟实体之星是差不多 不再猜太多时间去说 等于是调转了 一个就升 一个就跌 但是 需要说一件事 其实某一个程度上 其实是一个 射击之星的加强版 他告诉你 是 形成了 这些都是射击之星 然后就形成了 然后就跌了 某程度上就是这样 他确认你 有什么事 见到形态 要小心 记得我说 总之 斜度很快很高的时候 单独出现这个状态 你已经要小心 如果斜度不是那么厉害 升得不是那么急的时候 他摸上去 冲上去出现这个形态 他未必立刻会跌的 跌势也没有那么厉害 升得越急越快 跌得越急越快 但是 他没有那么斜的时候 他很大机会上去 他会磨顶 通常会再出现什么状态 会出现很多 上映线 出现很多平顶的状态 这些 就是沽货的信号 去到这些地方 等一下我都会说 去到这些地方 最好就是 把你的筹码 吃一半 因为你在上升 多数都在赢钱 你无论上升 输 如果那些输 你就会很远买下来 那就是蟹货 这些地方 那我们去看看 棋线 看看棋线里面 有什么发现 现在就说这支 黄昏之星 黄昏之星 我们刚才也说过 它是 其实就是 射击之星 类似射击之星 类似射击之星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支棍 就是一个 给你做一个 确认 帮你确认 这条柱 就是一个确认柱 然后 出了之后 通常都养残残残的 九成九都是这样的 这支就是腾讯 700 这个就是2018年6月6日 做了一个短期升浪 其实从这个位置开始上升 接着去到顶后 429元 无以为计 这个时间 是不是南非那段时间 好像是南非那段时间 我不太记得了 完全不太记得了 但是在这个位置 打了下来 然后再上去 再下降 去到这里 接着很明显 做了一个非常丑样的阴烛 打下来 然后跌浪就一直开始了 这个跌浪一直开始 是很远很远的 去到 去到249元的下 这是南非底的下来的 那里有一个反弹 这个也是很经常的状态 但是这支是不够长的 不过都可以的 这个已经预示到 因为在这里列口上 其实这三个东西 你就当是一块东西来看 然后就打下来 再看看恒指 我尽量过股和指数 都拿出一点点来看 来做一个比较 大家会看到 其实指数和过股 会不会有个别自己的特性呢 这样 11月20日 这里可以 这个位置 那就上去 然后收了一粒星 然后这里收了一支阴烛 阳烛星 阳烛星 阳烛 然后这边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刚才我们说过这个 这个就做了一个神器之声 这样又上去 这个就准确了 这个也准确 还有时候 其实你回头看 这些位置 其实是否在摩顶 你不要单独看这一块 就是看整一块 这个就在摩顶 接着它就调整 那这里 你就看这个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形态 这种叫做防空炮 这里就出了一个这样的形态 然后又是跌的一个形态 所以这里就很确实了 然后我们再看看 2018年6月6号 这个 这个 为什么我会选这个 其实这个 它就不是很普通的 样子就不是很相似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这边的时候 我们已经遮住了 我拉到最远 这边去看 这边来的 你看不出来 你看不出来 这个为什么要判断 为什么我会选这个出来 就是这个你要判断就是 首先 这边去到前顶 你不知道它下一天是否穿 那这边是要小心的 但是你拉一条直线看 就是这个位置 要不要小心 要小心 破了就会上得高一点 它不破了就已经要小心了 不像的 这一条也不像 对不对 那这边你要小心 然后 假设你要有货 然后它出了一支 这样的阴烛 你必须要走 最多看这一支 你都已经要走 上不回五天 十天五天 上不回 给你看看这一支 一穿这个 这个还可以磨住 不走 去到这边 你就一定要走 不能不走 已经穿了 这个位置已经是玩完了 一定是要走 走就很长 一路落一路落 是吧 是这样判断的 因为我们是不知道的 去到这一天 就是这样的了 明天可能就以为 它继续上升了 可能上升了 八万九千几点 也不奇怪 最后就没有了 就裂口 上了 下来了 所以这个 你这样看 我们现在就马后炮 看到它是 但其实你去到这一天 判断的时候 在这里你要小心 我经常都说 看日常的视频 我经常都会说 技术走势说这些 这些东西不要不相信 去到这里就要小心了 吃一半 破顶 给它上 上到再出一个讯号的时候 才吃 才吃完那一半 如果不是 吃一半 如果它转头 跌穿哪个位置 我们就沽 吃了那些货 走过去 通常都是这样的 其实那个 不懂的 或者很熟悉的 就当笑话说 不懂的 其实来来去去 就是这些晚苦 这些指标 你摸得熟 你就够了一半 起码 一样东西 能够够你 就是 你不会在高位置 去追货 现在很少看电视 以前你经常看那些 麦sir 麦sir 那些人 打电话上去 经常都说 我多少钱 买了 我一千八百多元 买了这些腾讯 那些人 那些人 你这么高买 怎么可以 是吧 这么高位置 你不要追 那些人 那些人 他不知道自己在追 那我们要学什么 说了几条片 学来学去 学什么 就是学 你知道自己在哪里 我由拍片 由开始讲这件事的时候 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一定要知道 我买股票的时候 我在哪里 我们任何的指标 就是告诉我 我在哪里 转世就是下一步的事情 起码我先知道 我在哪里 假设我现在要去湾仔 我没理由在金钟调头 对吧 我起码要知道自己在哪里 金钟来湾仔 还有一些路 我就继续走 原来我现在知道 我在铜锣湾 不行了 我就要调头了 道理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我根本没办法去 在哪里 我之后要怎么去做 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 我再说了 再说另外一只 883 883 海友 海友的 2020年7月 有一个 这个也算是 这个3月也算是 这个也算是 对不起 这个算是神器之星 这个算是神器之星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算是神器之星 对不起 这个也是神器之星 可能我记错了 相信自己,我们玩这些东西都是大概率的 我们去到这个地方也是这样 其实这个地方你应该要注意 有课的话,经常说是五天线,五天,五天 像五天线,五天就摸到这么多天 摸到这么多天,其实就很危险 这下抽出来,就骗你 这里收了一支针,不穿这支针 其实我们看技术的人就会这样看 就觉得都要留意一下 注意,你一出这个 你没办法在这边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如果我的做法一般经验多,就会走一半 因为我不知之后怎样 之后好的,我就继续吃 不好的,我就多走一半 我就可以保持到那个位置 不要贪心,没有办法吃得尽 然后在这里,我就判断,就继续下 这也是一个状态,很明显的黄昏之星状态 他就一直下 这个要信的,要留意到这件事的时候 自己就要警告 有时候会是这样的 他不想走,不想走 但是我们不可以骗自己 即是,这里真的出来的 即是,阿sir 经常说的 你去到这些位置,你不看住的 到时,你走的时候 你去到这些位置才走 不见得半 所以你特别是短炒的 你千万不要不相信 如果你是长渣的,你不要理会 我都还好些 如果短炒,千万不要这样 好了,黄昏之星先说到这里 接着我们再说其他的 这一课就说到这里 大约我们说了四样东西 三菲乌鸦,三白兵,神器之星 和黄昏之星的形态 和出现的状态 和如何判断 我们都说了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 但一定要懂 你不懂的话,你就不知道 看见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会买的 可能旁边的阿沈和你说 你会买吧 你会买进去 但你见到这样的形态的时候 你就会小心点 记得阿sir说过 好像不行 你不如不要买 记得我们就是 隔年来的 就是赢三分二 输三分一 尽量不要让自己输钱 赢不到,就由他 这是很重要的 投资也好 投资也好 这是很重要的心态 今天就先讲到这一课 接着我们会再讲三四样东西 基本上三支足就讲完了 多谢大家 拜拜